华林一名驾驶因为车上藏有毒品 看到警方鸣笛蓝茶 他不但是聚简加速逃逸 还在短短250公尺内的距离 一路撞了三部车 造成四个人受伤 而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 一入羡慕昏迷状态 警方目前已经扩大警网 全力追气 跑来去快跑 圆镜拖手狂奔 全力追气再逃男子 却在一个转角人不见踪影 人跑不见 多名圆镜急着追人 因为这名男子聚简逃逸 还酿成四人受伤 最可恶的是这一瞬间 为了窜逃 冲撞前方荣用载菜车 载菜车瞬间失控打转 不但360度翻覆 还几度车底朝上 导致车上的外籍女子 头部重创一度昏迷 白车车头都已经撞烂 还继续逃 这时货车经过再一撞 两车都失控 嫌犯这时赶紧下车 开了车门拔腿狂奔 警察跟在她的后面 要男她 她说听说她不下车就一直吵 头部啦 男子双手拎鞋 赤脚狂奔 原来车上藏毒 她先在花莲及安乡的巷弄内 冲撞路旁轿轿车 再撞农用车 导致外籍女子重创 接着她直闯红灯 撞翻小货车 导致车上三人 头手明显擦错伤 短短的250公尺窜逃 害一众三轻伤 经警方后续查出 肇事逃逸驾驶身份为 30岁狂姓男子 并在车内发现 疑似毒品 及含有酒精成分的提升饮料 警方追出除了车上有毒品外 嫌犯还背负 窃盗公共危险等前科 这回又拒检肇事 将权力追气再逃嫌犯 要他为自己的离谱行径 付出代价 据人生今夜 花联报道